受了一些些打击 因为小将去冲击高探明的选手 一定是在比赛的前段去尽量拼着打 没错 整个上选球的能力 秦宇轩还是非常的强 他的击球点的位置是比较靠前的 这一板质量很高 这次王曼玉还是很有胜 设计的 调得不错 确实太能弹了 王曼玉在对手秦宇轩这种凶狠的搏杀之下 他还可以加上旋转 所以说这个秦宇轩把重心冲得太往前了 最后会被这个球感觉有点顶住 是的 秦宇轩现在去变王曼玉的正手 必须得有一些质量的去变 如果变得太平淡的话 其实不是好球 是的 比赛推进到现在这个局面 我认为秦宇轩应该加一些节奏的变化 不是一味的发力 再把球给这个加转撕回来 现在都是强势球 对 这种冷板球确实是很精彩的 听众也就是打了好几组这种攻防 你好 记得当时在队里的时候 教练会强调 在这个整体的技术体系当中 要有三组攻防 一个球当中攻和防 要有来回 转换三次 是的 4 10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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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王曼玉算好了的球 操场之后反手的反思 非常强势 这样王曼玉是拿下第二局 目前在大比分上 王曼玉2比0领先 请雨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其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发展到今天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强势 进攻性都很强 现在在年轻运动员当中 一定要注意胸吻关系 每一个球里边也有胸吻关系 整个阅读比赛 开局中局尾局也有胸吻关系 这就是经验的一种积累 是的 可能也是综合实力的一种体现 就不光是我的技术能力 还有对比赛的阅读能力 怎么会去打比赛 没错 这个就是通过一场一场的赛事 日积月累来增加的 很强势 王曼玉打到现在是越打越好 可以连续发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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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Time out 智雨萱叫暂停了 秦宇轩的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正确的 必须得停一停想一想 因为自己的节奏和技战术 已经被王曼玉罩住了 那么现在自己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战术去改变 这也是她暂停以后需要想的课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上来的时候是想加旋转的 但是这个球这个落点可能还是有点不太明确 我们看现在发球轮的得分率啊 王曼玉是70% 秦宇轩是40.9% 5-2 5-2 5-2 主阶发球是批到了王曼玉的中间底线 加油 3-5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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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5-3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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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在反手的这条线上的相持当中 王曼玉还是有更多这种旋转上的牵制 这个意识是很好的 想法是对的 从王曼玉的中间先去盯中间再调两边 还是自己的节奏上有一点急 稍微有一点点快 秦宇轩 看到王曼玉拉出这样的球 广大的球友都会很羡慕 都很向往这样的技术 其实这样的技术有两点 第一点一定是手肘一定要撑在上面 第二点一定是要跟球平行 反射的一个拧拉 这王曼玉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这王曼玉是直落三局 击败了小师妹秦宇轩进入到下一轮比赛 那么她在下一轮的对手呢 是中国选手何卓嘉 那也是一场得比之战 国际这场比赛也还是让我们看到了 秦宇轩她的冲击力 还有她打法当中的一些特点 还是非常有质量的 也希望小校能够再接再厉 我们也稍时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将会为您带来 风声的较量 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